掌声有请王祖兰 谢谢试试这个麦啊 他会自己下来的 好方便 谢谢节目组这么贴心 大家好 我是王祖兰 非常高兴来到吐槽大会 谢谢主持人张绍刚老师 对我的介绍 其实呢 我跟他很熟 我也经常向他 请教一些问题 比如说有一次我问他 如何在内地可以做慈善呢 绍刚老师很热心 他跟我说 祖兰 你要做慈善 好简单 上我节目 不收钱就行了 我也好想跟他说 绍刚老师 你做慈善也是很简单的 你不要再做节目就行了 开个玩笑 我确实有在张绍刚老师的帮助下 做过一些慈善 就是给山区的朋友捐了一些衣服 都是郑凯印送给我的招牌 当然也只送了两次 因为山区的朋友说 别再送了实在是太丑了 你们都说郑凯在节目里面一放成名 但是作为他的兄弟 我要为他说两句话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他红只是因为他在节目里放了一下吗 你们根本就不知道 他私底下还放了多少 谁放的 谁放的 在跑男里 郑凯对我特别的照顾 我非常感谢他 老是追着我私名牌不放 哪怕我脚受伤了 他一直追着我 在这里我很想问一句 郑凯你到底有没有爱心 连一个孩子你都不放过 在娱乐圈很不容易 我打拼了多少年 终于小有成就 开了自己的演艺公司 我刚开公司的时候 想欠一些女艺人 但是我老婆不放心 她不想要女的 想要男的 于是我们折中了一下 我最后欠下刘伟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当初要牵刘伟 刘伟到底有什么才华 你问我我问谁去 刘伟有一首成名的歌叫 《因为你是范晓轩》 好多人听了觉得非常的感动 但是其实刘伟创作力非常强 他还写了 《因为你是王祖兰》 《因为你是李亚男》 《因为你是郑凯》 几百首非常好的歌 每一首都有自己的特色 这么说吧 就是凡有一点名气的 他都写过 作为刘伟的老板 刘伟今天敢在这儿吐槽我 我真的觉得非常有勇气 我也在反思 是不是平时我批评他太多了 所以我决定我不会再批评他 不只是今天 就是从今以后 我也不会再批评他 换句话说 刘伟 你明天不用再上班了 网上有人说我因为耍大牌 被TVB雪藏三年 我澄清一下 这完全是个误会 那几年 我一直都有录制节目 只是TVB把摄影机挪高了一点点 其实今天来吐槽大会 所以我还是很紧张的 直到看到建国 我就想 哇 这个节目太靠谱了 怕嘉宾吐槽太狠 打起来 保镖都安排上台了 感觉好安全啊我现在 我参加了主持人 玉石凌佳 主持的一档节目 四大名著 一下 玉石凌佳在节目里 强吻后注解谢依林 有观众说 哎呀 玉石凌佳 你口味太重了 我当时在现场 其实当时是 节目组要求 玉石凌佳 一定要强吻一个主持人 玉石凌佳非常机智地 选择了谢依林 要不就更不能看了 玉石凌佳强吻郭德纲 玉石凌佳强吻孟飞 玉石凌佳强吻郭德纲 再强吻孟飞 今天在场呢 还有和我一起做过节目的 戏剧新人池子 我和池子呢 合作过一期的 今夜百乐门 池子在节目里面呢 就唱Rap 猪猪露脸的十秒钟 我还夸他 哎不错耶 很搞笑的 Rap很好啊 后来我就离开了白乐门了 因为节目组觉得 我的喜剧品味有问题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接下来我要说说 我的老婆李亚楠 有人说我们是最萌生高差 但是一点都不是 一点都不浪漫 你能想象吗 我为她吃一颗糖 要像打篮球灌篮一样 Bingo 亚楠呢 最大的爱好就是要拍照 出去逛街 无时不刻不是在拍照 连走个路也要拍照 老公 快给我拍照 老公 我美不美 还要装作好随意的感觉 这样 这样 哎呀 你有没有在拍啊 拍不着我 你跳起来啊 哈哈哈哈 我的表演风格会用到很多的模仿 模仿的灵感 很多时候也是来自我的老婆李亚楠 比如说我每一次看见她 我就忍不住想说 完美 其实 我一直觉得跟亚楠比起来 我只是小聪明 她才是大智慧 我的聪明只是用来应付每天的攻击抹黑 而她每天不用做什么就很开心 有她在我身边 我回到家我会感觉到很温暖 很开心 有时候我觉得 全世界我好像只有一个粉丝 就是我老婆 她永远是我的迷妹 她是真的觉得我好像梁朝伟 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 她也说 哎呀 你笑的样子好像梁朝伟 你走路的时候好像梁朝伟 可见她真的很喜欢梁朝伟 其实我们两个人也不是时时刻刻的秀恩爱的 我们也会像今天这样互相的吐槽 开对方的玩笑 因为只有真正爱你的人才会在你面前脱下面具 你也不会害怕在她面前暴露了你自己的缺点 因为爱你才会吐槽你 当然今天对其他人的吐槽可能跟爱没有什么关系 最后我非常感谢吐槽大会这个节目 我做了很多的节目 很多时候我感觉自己已经将狼才尽了 我有的才华都已经消耗完了 但是今天我可以跟这么多优秀的嘉宾在一起 我很感慨看看她们一开始就没有才华 多么的幸福啊 谢谢你们 我是王祖兰 王祖兰